让我们一起攻读上帝的话 今天的正道经文有两处 分别在真言书30章15到16节 真言书10章22节 真言书30章15到16节 水智有两个女儿 唐说 给我 给我 不知足的东西有三样 连种不说够了的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不能生育的妇人 水源不足之地和种不说够了的火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仇烦 圣经就读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领受并遵行他坏的人 我们谢谢董上阳牧师 我们一起同行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为了董上阳牧师 他们一家人来祷告 求主你继续地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 求主你来开阔他们的视野 我们知道主你的心 你的心是要万人得救 不一定一个人沉溺 但主你指引他的地方 他也敏感主你的带领 也恳求你加上你的恩典 你的力量 主你加上恩赐 让他去到哪里都让人得到从你那边来的福气 你祝福他们的家庭 祝福他脚上所走的每一条路 谢谢你 亲爱的主 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 也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愿意打开自己 领受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不论在讲的还是听的 我们一起的从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得到造就 谢谢你 我们等候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同样的要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真言书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简朴的系列 如果我们要减轻很多的烦恼 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三个的情 我们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友情 第二就是爱情 第三是亲情 如果我们懂得去好好的处理 我们的友情 爱情跟亲情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都是在真言书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的智慧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跟物质的关系 在前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跟金钱的关系 今天我要分享是我们跟物质的关系 我发现到除了爱情 亲情 友情 金钱之外 其实我们跟物质的关系 有时候它也会带给我们烦恼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的范围就放在这里面 有一句经文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希望你今天离开之前 你把这一节的经文把它背起来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遍 来 一二来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愁烦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愁烦 或者说并不加上忧愁 这一节的经文里面 有三个重点 我已经把它放在红色上 第一个的重点就是福气 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第二个重点就是富足 这里的富足是指我们物质上的富足 第三个重点就是仇烦 福气 神赐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福气 神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神给我们才干 神给我们有恩赐 神给我们有知识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而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福气 最终的目的 其实祂是要让我们富足 所以祂是要让你富足 这里的富足 刚才我说了 这里的富足在言文上 其实就是 让你的财富增多 让你的资产 也同样的增多 所以我们的神 不是要让你贫穷 不是这一件事情 不是要让你贫穷 而是要让你富足 但是最后那句话很重要 并不加上仇烦 神给你富足 但是祂不是要你仇烦 所以传道书有一句话 他这样说 蒙神赐以财福和资产的人 神都使他能够享用 所以你看到吗 神会赐给我们财福 神会赐给我们资产 所以我相信在新加坡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政府 我们也看到的 在当中 我们有很多人 以前我们是很贫穷的 而现在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家庭 我们已经脱离贫穷 而且有很多人 我们有财富 我们有资产 而且这一些圣经说什么 神都使他能够享用 神给你财富 给你资产 的确是要让你享用 神让你享用 请留意 不是让你大吃大喝 不是让你放纵自己的情意 不是让你滥用 不是 他只是让你享用 而且取自己的份 你懂得节制 圣经说什么呢 在劳碌中自得其乐 这是什么 这是神的恩赐 这是神要给你的恩典 所以神的心意是很好的 祂给我们金钱 祂给我们各样的方便 其实背后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富足 要让我们清审 但是圣经说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祂的意思就是 不加上酬烦 所以神在我们 给我们享用的时候 祂不要我们酬烦 祂不加上酬烦 那问题来了 是谁加上酬烦 是谁加上酬烦 对了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在享用当中的时候 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自己加上了酬烦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信息有两大点 第一就是 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富足 会加上酬烦 第二就是我们如何 不要加上酬烦 求神恩待我们 好 那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富足 会加上酬烦呢 我想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过度的消费 当我们过度的消费的时候 那么它就增加了 我们的重担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加重了酬烦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叫做 消费主义的时代 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呢 消费主义就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的人 他们在创造一种生活的形态 他要让你不断地消费 他要让你不断地去买东西 所以他要让你感觉到 你很需要这个东西 你很需要那个东西 所以你发现到商家 当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想 他们一直在宣传 要怎样的用一些的方式 使你去买一些 其实可能你不需要的东西 可能是很贵 但是不一定你需要的 这一些的东西 我最近看了这个BBC的一个的纪录片 在这个BBC的纪录片里面 它就告诉我们 消费主义它有一些的策略 比如说 第一 他们有一个叫做计划性的淘汰 换句话说 他们在制造一些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限定了 那个产品的一个的岁数 所以通常他们制造一个产品 你会发现到 尤其是近代的 是容易损坏的 容易被消耗的 而且容易被淘汰的 我们看到今天 比如说我们的苹果 我们的苹果手机 已经到第几代了 第十四代了 如果没有错 是从2006年 2006年从第一代 慢慢的第十四代了 而且在第十四代当中 很多不同的 不是单单是十四次 而且有很多里面 它慢慢的制造 这个就是 有一种所谓的计划性的淘汰 第二就是 他们有时候 他们要激发消费者的一种的恐惧感 消费者的一些的恐惧感 所以我发现到 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对这一方面 好像比较敏感 以前我去买洗手衣 我就看了洗手衣 我就买了 现在我去买洗手衣的时候 我很注意看 这个东西 我很注意看 它的前面 有没有放这个 就是这个洗手衣 能不能 99.9 能够杀掉这一些的细菌 如果他没有放这个 我心里面就有一点不安全感 我就以为说 这个不安全的 所以 最近我就发现到 这个的讯号 在你用来洗东西 常常都有的 它常常都会有放在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 它会激发一些消费者的恐惧感 尤其是疫情之后 那么在这一方面 我们就更加注意了 我们买所谓的口罩 我们买所谓的 清洗干净的东西 我们都很留意 这样的一些的信号 而且宁静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我看一些的广告 宽多的时候 我发现到 从头到脚 好像有很多东西 我都要买的 我现在要吃补脑的 因为有一些的信息告诉我 老人痣呆症 所以我就需要吃一些补脑的 我不当然要吃补脑的 眼睛的我也要留意了 我不当然要留意眼睛 我要留意我的关节 我要留意我的骨头 所以我又要吃一些有钙质的 那问题来了 到底我要吃多少的保健品 这些所谓的supplement才够呢 那最近我又发现 我干脆买一样 什么样的保健品呢 50岁以上的multivitamin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样够吗 所以你发现到很多时候 你的内心里面 你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恐惧感 你希望在你的 你的年岁越来越老的时候 怎样的更好的来保持自己的健康 但是这一些的兴趣 真的是真实的吗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 第三 就是开发儿童市场 我们发现到我们作为父母亲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自己节省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省次省用 但是当一些的事情是针对我们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大方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更加的聪明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更加的健康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讨人喜爱 你有没有发现到 只要是对儿女的广告都是这三方面的 这是要你的儿女 哇 他吃了一些东西 他就比别人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他的生活就更加的健康 所以呢 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 我们经常我们不大会去看医生 对不对 我生病的时候 我就去买paracetamol 一些的 这一项的一些的药 我就吃下去就好了 但是我的孩子生命就不得了了 一点点的感冒 我们就很紧张 你看到吗 所以这些的消费主义 他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状态 他们知道我们很看重我们的儿童 所以他们会开发这种儿童的市场 还有呢 就是 他会制造一些的身份和价值 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你拿上了他的名牌 品牌 或者你穿上了他的衣服 或者你驾了他的车 那么你就是有一个身份的一样的人 所以他就会制造这种身份跟价值 这一些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 帮带 引导我们 进入一种所谓的 我们要不住的购买 我们要一直的去买这个东西 我们要一直去买一个东西 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已经提醒我们了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书第30章15到16节 其实他告诉我们 他要我们留意 在消费主义当中 他要制造一种所谓 不知足的文化 不够的文化 他就是要你觉得 你一直都是不够 你要不断的消费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提高你的身份 你才能够提高你的价值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健更健康的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水智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我给我 不知足的东西有三样 连总说 总不说够了的 共有是一样 留意 这两节的经文 其实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那种不知足 就是连总说不够 连总说不够 就是一直连总不说够了 对不起 就是不会说够了的人 我们只会说不够 我们不会说够了的人 所以这里水智吸我们血的 一直的吸你的血 吸到一个地步 如果你有经历的话 你的脚会一直的流血 一直的吸你的血 阴间妇人水火等等 这些的比喻 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知足 一种不够的一种的文化 这两节的经文 简单来说 它就要提醒我们 如果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你要留意 在你的身边你要留意 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化 那个文化叫做不知足的文化 制造一种要你不断的要去购买 不断的要得到的这样的一种的文化 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你要留意 不要陷入这样的一种的文化里面 弟兄姐妹 是谁在告诉你 你用的手机应该换了 是谁在告诉你 你的手机应该换了 是谁告诉你 你用这个产品比较健康 是谁在告诉你 你穿这个衣服 这个品牌的衣服 你这个人比较有型 比较酷 比较有魅力 是谁在告诉你 为什么你需要听他们的话 所以你发现到 这个世界 圣经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的势力 而这个的势力 就是叫做消费主义的势力 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 你该如何生活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有一些的声音 它一直的告诉你 你该如何生活 那我要大家想一想 当你选择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到底是谁在指引你 谁在告诉你 该如何的购买这个东西 还是那一个东西 该如何的生活 是神在告诉你吗 是圣经的原则吗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消费主义 他一直在告诉你 你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那样做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不小心 即使是神的儿女 我们跟着这样的潮力生活 那么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消费就会不断地增加 所以我们的薪水有增加 但是消费也增加 当你消费增加的时候 你肯定觉得钱不够用 然后呢 你就想办法要赚更多的钱 当你赚更多钱的时候 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消费自然就更多 你消费更多了 你怎么办 你更要赚更多的钱 你赚更多的钱了 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你消费又更多 所以你看到吗 有一些的人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的循环当中 我们赚钱 我们消费 我们消费多了 我们就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我们的消费就更多 然后就更更多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循环当中 到最后到底我们得到了是什么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好的 刚才我们读的这句话 我们再读一遍 一二来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仇烦 谁加上仇烦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种消费的 这种的所谓的方式或者策略 使我们加上了仇烦 对不起 有一节的经文 我们有放在上面 传道书有一句话 他这样说 传道书有一句话 他这样的说 财务增加 吃用的人 也增加 传道书第五章十一节 他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当财务增加 就是说 当你的薪水增加的时候 你怎么会增加呢 你吃的人也会增加 你用的东西就会增加 然后接下来他讲一句话 物主 就是我们这些的人 除了眼看之外 有什么益处呢 是的 如果我们钱赚得多 我们消费得更多 然后我们又又想赚更多的钱 我们消费就更多 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 到最后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我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 反而是增多了 愁烦 我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一些人 我们很想要买更大的房子 为什么我们想要买更大的房子 为什么 因为更舒服 谁告诉你买更大的房子 更舒服的 我们看到很多广告 对不对 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有树木 是房子的 很宽阔 所以我们买更大的房子 是为了要更舒服 然后呢 很多时候问题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薪水 我们的预算 有时候我们算得刚刚好 为了买舒服的房子 我们的预算就刚刚好 那请留意 如果我们家庭的这个预算 这个预算 刚刚好的话呢 那肯定你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当你刚刚好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你很担心 有突发的事情 只要有突发的事情 你肯定 你就不能够应付 这个所谓的 每一个月的开支了 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里面 你的心里面 肯定有重担 而如果只要有一个人 没有工作 夫妻如果说 有一个人没有工作 几个月没有工作 可能他就付不起这个房贷了 或者呢 只要最近 比如说 利息又升高了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利息升高的时候 可能也应付不了了 你的生活就更加的紧 所以请留意 请留意 为了买一间舒服的房子 我们把自己弄得 很不舒服 有没有觉得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我们为了舒服的生活 最后呢 把自己弄得 这么大的一个重担 把自己弄得 很不舒服 到一个地步 可能为了这个房子 我们白天要工作 晚上也要工作 我们可能要 要做多一些的工作 以至于让我们 能够赚更多的钱 那最后呢 可能你星期一到星期五 要工作 还不够 可能你星期一天 也要工作 所以到最后的地步 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时候 你就会省略掉了什么呢 你会省略掉了主日敬拜 你会跟弟兄姐妹说 最近工作很忙 最近生活很多的重担 很多的压力等等 所以弟兄姐妹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 富足 并不加上 酬烦 他没有 要我们 加上酬烦 很多时候 就是在不小心之下 我们就这样的 循环当中 我们就 加上了 酬烦 为了买一间 舒服的房子 我们把自己弄得 非常的 不舒服 为了 为了 更好的生活 我们 加上了 很多的重担 我想我要回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消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买这个东西 你买那个目的 为了什么 我在之前 有提多了 我说 其实金钱 的确让我们方便很多 所以消费的目的 我想 就是为了让我们 方便我们的生活 为了让我们 更加的轻省 不是吗 又让我们 更加的有自由 就是心里面 有那种重担 不是吗 我们不是为了 增加我们的重担 我们其实就是 为了要减轻 我们的重担 但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 到最后 反而是增加 我们的重担 让我们活得 更加的辛苦 这一点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 留意 不要让这个世界 告诉我们 该如何生活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很留意 我们要让圣经 来指引我们 让圣经来教导我们 我们该如何生活 我们不需要 让这个世界 再告诉我们 该如何消费 圣经也在 已经在告诉我们 该如何的消费 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愁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在我们前面的日子当中 我们记得 是的 主 我不要加上 这些的忧愁 好 我们要怎样的 才不会加上 这些的忧愁呢 如何才能够 得到富足 不加上忧愁呢 我觉得 我们要得回 我们基督教的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 你知道吗 我们基督教 我们的信仰里面 本来有一个 非常优美的文化 那个的文化 就是我们过一个 简朴的生活 这个本来就是 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一个文化 我们是一个 可以过简朴生活的人 我们可以 我们不需要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要如何的生活 所以 什么叫做简朴生活呢 简朴生活就是一个 你愿意减少 追求这种消费的 一种生活风格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金钱和物质的管家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一个管家 你需要有智慧 去管理你所有的金钱 还有你的物质 所以神给我们一切的福气 包括金钱和物质 不需要增加仇烦 是要我们更自由 更清神 是要我们有智慧 善用 祂所给我们的金钱和物质 这才是真正神的心意 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我在说 简朴生活是一个 你很自愿的 愿意减少你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的生活风格 你愿意过一个 自我节制的一个生活 你要避免过度的消费和浪费 你下定决心 你这一些你要除掉 请留意 简朴生活不是贫穷的生活 不是 你不需要是一个贫穷的人 你是一个富有的人 你也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所以简朴的生活的人 他很有智慧 他懂得善用他的金钱 用在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同时 他让自己更加的清神 他不让这些的物质 使到他成为一个的重担 那如何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呢 第一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先决定 你的内心非常重要 你的内心要选择 你要有一个简朴的 这样的一种的内心 一种的满足 有一个人 这个是法国的一位的灵修大师 他讲一句非常好的话 他说 当我们真正处于内在的简朴时 请留意 这里是说内在 所以你的内心里面 你先要有对圣经 有这样的一个的认同 你要有这样的选择 我愿意跟从圣经 过着一种内在 有简朴的这种心情 那我们整个外貌 都会变得更加的直率 更自然 这种真正的简朴 使我们感觉到开朗 温柔 天真 欢乐跟宁静 从你内在的生命 然后慢慢地表现在你 外在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 你要先清楚地知道 你要决定 你现在你要的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你内心 过着一个舒服的生活 你买房子 不是单单要生活舒服 因为当我们要生活舒服的时候 可能最后你得到的是重担 你现在认定 你的内在要舒适 你的内在要舒服 你要真正处理的是你的心 所以简朴生活 就是我希望我的心里面 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要我的心是一个平静安稳 就好像耶稣所说的 烦劳苦丹重丹的人 来到我这里吧 我必使你们得到安息 是的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安息 我们要真正地从主那边 得到安息 这个就是我们内心 要简朴的一种的观念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在世上 我们只是客旅 我们是寄居的 如果今天让你去一个地方旅行 一个月 一个月 OK 自由行 自由行 你到底会拿哪一种行李 你知道什么叫自由行吗 自由行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去住青年的旅馆 青年的旅馆没有电梯的 可能你要爬楼梯的 然后你可能要坐巴士 你要坐巴士 你要爬楼梯 如果你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 一个月让你去 这种所谓的自由行 你要找哪一种的行李 你要拿25公斤的那种大大的行李吗 你会不会拿那种25公斤的行李 或者你会拿一个背包 或者一个只是10公斤的 这样的一个的行李 可以拖着走的 那我想 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 我们会拿的肯定是纳青神的 因为你需要坐巴士 你就要住青年旅馆 你知道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电梯的 只有楼梯的 如果你拿上20公斤 然后你里面装了很多你的东西 你的衣服 你的鞋子 你的化妆品 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么你每一天拖着的20公斤 我相信你不会享受你的旅行 你本来就是要轻轻松松的旅行 但是如果你拖着20公斤 一直都拖着那个的行李 我相信你不会 你不会享受这个旅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旅行箱拖累了你 所以 有很多时候 我们忘记了 旅行箱的目的是什么 旅行箱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方便 就是要让你旅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旅行箱的目的不是要拖累你 所以如果这个旅行箱是在拖累你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里面有一些的东西 你要把它拿掉 不要让它来拖累你 同样的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在世上 我们只是客旅 不要让这些的旅行箱 你身边有很多的旅行箱 不要让它来拖累你 让你更觉得更加的有这个的重担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生活 你才活得更加的轻盛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心理的认识 跟接受 另外一种就是 坚朴的生活 可能有一些人还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基督教 我们提倡简朴的生活 那么我们基督徒岂不是成为懒惰人 为什么呢 反正你要过简朴的生活 你就不需要努力工作 够用就够用了 你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的工作 来做什么呢 所以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请留意 我们基督徒赚钱的动力 或者说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不是为了买大房子 不是的 我们基督徒 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赚钱的动力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动力就是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管家 所以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工作场所 在我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 还是要勤劳的 而当你勤劳工作 当你发挥你的智慧 发挥你的恩赐的时候 你会升职 你可能会升职 你可能会赚大钱 你看到吗 但是赚大钱 不是你努力工作的动力 不是的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发现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他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大钱 他把这个成为一个动力 求主帮助我们 把这个挪去 让我们一心一意 就是为了荣耀神 就是为了好好地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身体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里面 有一个人叫约翰·卫斯里 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翰·卫斯里是谁 约翰·卫斯里就是创办 卫理工会的一位的牧师 英国的一位牧师 在新加坡有很多 Mathodist Church 还是Wesley Church 这一些都是叫做卫理工会 当时候在英国的一个的创办人 就是叫做约翰·卫斯里 所以很多的卫理工会就会用他的名 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来 一二来 尽力赚钱 尽力节省 然后尽力奉献 看到吗 所以他鼓励我们 我们要尽力地去赚钱 然后我们要尽力地去节省 接受我们就把神给我们的钱 用在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们要用金钱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投资在天国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到 早期卫理工会 卫理工会 他们不单单建教堂 他们的教堂的旁边附近还有什么 学校 他们肯定建学校 圣空会也是一样 你看到吗 他们不单单是建教堂 他们还会建学校 他们不单单建学校 他们还会建什么 医院 所以 在早期教会当中 他们有这种观念 建了教堂 我们要建学校 为什么 因为学校能够帮助这些人 让他们接受教育 能够脱离贫穷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 医院 所以你发现到 在早期最早期的大学 都是基督教创办的 包括哈佛大学 这些都是基督教创办的 请问 这些的钱从哪里来 天上掉下来 不是的 这些的钱就是在18世纪 19世纪 这些所谓的清教徒 他们这一批的人 努力赚钱 但是一方面 他们努力节省 然后呢 他们把这些的钱 都投资在宣教的工厂 为什么在19世纪 20世纪 有许多的宣教士 能够从英国 从美国 来到了中国 然后亚洲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甚至能够在这里 不单单建教堂 还能够建学校 还能够建医院 这些的钱从哪里来 都是弟兄姐妹 都是有一群的弟兄姐妹 他们选择了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他们很有钱 但是他们不随便用钱 他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然后他们把这些的钱 很愿意的奉献 去做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很可惜的 我发现到 我们在新加坡 慢慢的好像 失去了这种的传统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盼望能够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 得回我们 这样的一个的传统 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国度的缘故 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 为了宣教的缘故 我们愿意过一个 节省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 OK 时间过得很快 我建议大家去看这一本书 Richard Foster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灵命操练战礼》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里面有一章 告诉我们要如何的过一个 简朴的生活 非常好的一些的建立 那么我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他给的建立 我们不单单在内心里面 要有一个简朴的心 我们在外面表现 也要操练简朴的生活 第一 他告诉我们 买东西呢 我们只是要买一些 所谓的有了效用 我们不是为了身份 所以我们买东西 我们要看效用 不一定要买便宜 但是你要买一个 跟效用 你的效用有关系的 OK 好 第二 你要学习养成一种 把东西送掉的一种的习惯 回去打开你的衣橱 看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的衣服 可能你一年 你从来都没有穿过的 一年 可能两年 三年 没有穿过的 那我告诉你 你可以送给人的 而不是丢掉 送给一些的人 肯定你的衣橱面 有太多的衣服了 好不好 把它拿出来 可能送给一些 更加有需要的人 送给他们 第三呢 就是 我们拒绝被广告宣传 和迷惑 第四 就是 我们可以享受各样的东西 但是不必拥有它的 你的家不一定要有跑步机 因为我们这里的市区有很多很好的跑步机 你的家也不一定要游泳池 新加坡有很多很好的游泳池 你的家里面不需要这些的东西的 尤其在新加坡 我发现到有很多你可以去享受 但是你不需要拥有它的这些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 你要培养一种最受造物的一种的欣赏 脚踏在地 手能够磨到泥土 磨到植物 学习这样的一些的东西 第四 最后 就是我们要拒绝 让我们从神的国中分心的事情 立下一个的心智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 我们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我为了就是要世间爱神爱人 不是要为了满足我的欲望 我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 我盼望在我的这一年岁当中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能够做一些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盼望神能够透过我 用我的金钱 用我的才干 能够使更多的人 他们能够得到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 最后 好不好 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一二 来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愁 好不好 对你旁边的人 大家讲一下 来 好不好 来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愁 好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这个 请不吝点赞